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名比特·布鲁格尔 也被译为布鲁赫尔 之所以加个老子 是因为他后面的两个儿子也都成为了画家 为了区分的这个父子 所以叫老布鲁格尔 老布鲁格尔逝世后 他就被葬于布鲁赛尔 他的大多数作品其实都已经遗失了 目前能保存下来的也只有40多件被证明是他的遗作 其中有12件是藏于维也纳的艺术博物馆当中 老布鲁格尔活跃的地区是现在的比利时 当时北方画家在宗教改革的社会大环境下不能再画宗教主题 为了防止下岗 他只好转而进行了替他起台的一些创作 渐渐的诞生了门类画 这个之前我们讲的赫尔拜因的时候 这个小赫尔拜因也是不能画宗教题材画 所以去了英国画专注于画这种肖像画 我本人非常喜欢这个老布鲁格尔的一些讽刺欲味的画 在放在现在来说也是非常具有讽刺欲译的一些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画的这张画 布鲁格尔将一个民间的谚语作为绘画的主题 并用幻想性的场景对其加醒了视觉的呈现 他继承了尼德兰艺术中的缝 刺的一种手法并加强了趣味性 以调侃的方式传递着轻松的世俗哲理 这张尼德兰剑人画面中俯视的视角 呈现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尼德兰村落 茂密而繁多的人物正在做着令人眼花缭乱怪异的一些举动 从而尝试了多达112个尼德兰民间的一个厌语 在这次其中有几个人物夸张的举动使他们脱颜而出 令人深刻印象就跌入画面的左下角 有个人抱着石柱狂吭 他就代表了宗教里的伪善者 旁边一个人在右头撞墙 代表企图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的一个傻子 在前景中央一个人在自己牛掉进井里淹死之后 开始填坑 意思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亡羊补牢 为时依晚 而在他的身后 一个女子正在给丈夫穿上蓝色的斗篷 这象征着他有不忠的行为 这是我们现在相当于就是给老公戴了绿帽子一样 布鲁盖尔将琐碎而杂论的人物 整理在一个完整的画面当中 使得每一种寓意都表达得都清晰可变 他用夸张搞笑的人物举止 尝试了尼德兰民间的谚语的一种含义 也将人类愚蠢的本质展现得生动而彻底 在布鲁盖尔的作品当中 南方古典主义的英雄乞丐与高尚道德 已经荡然无存了 剩下的只有愚蠢透顶的小人物 在做着无所谓可笑的一种增长 在1565年 他画下了原神中最成功的一幅风景画《雪中猎人》 这部作品是六幅表现四季风景 一系列中中最有名的一幅 描绘了三个猎人戴着有猎犬返回村庄的画面 从他们疲劳无精打采的身影中可以判断 这次打猎的行动收获十分惨淡 在他们经过的路上一户人家正在生火做饭 且出现在他们面前则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山谷 村民们在结冰的湖面上愉快地溜冰细细 不远处的教堂与村舍看上去安静而肃默 而远方那些巍峨的山林在白雪的覆盖下 显得清奇而壮美 布鲁盖尔在这幅画中借鉴了前辈帕提尼尔的风景画手法 从一个较高的视点描绘了一个广茂的大地形象 他将前景与背景的接壤做得非常平稳而流畅 色彩的处理也显得简洁而轻雅 渲染出一种引人陆盛的美妙境影 这种意境之美甚至可以和中国古代山水华相媲美 1568年布鲁盖尔完成了一幅非常具有讽刺寓意义的名画 《盲人的预言》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张画的寓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画面中六个盲人用手里的导盲棍连成一排 走过一个乡间的小路上的坡道 领头的那位已经不幸的仰面摔淡的水衣沟里 走在后面的这位也已经失去了平衡 只能接力地扭动身体 防止脸先着地 后面的盲人对前面的状况一无所知 仍然在盘跚而行 不过几秒钟之后 他们就会重蹈覆辙一个接一个 从老地方摔下去 在不远处的背景中 有一座哥特式的小教堂 人们可以清楚地判断 它是伊特尔比克村的圣安那教堂 这也许暗示的宗教使人变得盲目而失去理智 而整幅画就阐述了一个古老的语言 如果领导虾子只会一起掉进坑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 老布鲁格尔这个非常具有代表的作品 《乡村灰宴图》 和之前我们看到的高道上的宗教化的题材 截然不同 没有任何高贵的气质 整个画面颜色的基调都是土黄色 非常符合北方土房子的特色 画中要出嫁的新娘和他身边的父母等一些人物的形象 跟文艺复兴主流的肖像画有着天然之别 人物有着典型的农村的淳朴感 这种接地气的画是属于老布鲁格尔彻底的创新 是对当时审美观念的一种巅峰 老布鲁格尔的绘画对后世风景画的诞生的启发很大 画中的人物开始以配角的方式出现 这个我们在之前讲乔尔乔内的时候也讲过暴风雨 画面的主体变成了人物以外的东西 在具有代表的新的作品巴别塔当中 画面史无前例的第一次移动建筑作为主体 第一时间映入人们的眼中 有的翻译叫通天塔 布鲁格尔以宏大的构图来处理富有幻想寓意的画面 他不仅精心的描绘了众多人物 还在塔顶处用云彩挡住了一个顶部 并在云层上画出了隐约可见的塔顶 以表现他已经见到了可怕的高度 塔身坐落在海边 右脚海滩处有停靠的船只 远处是茂密的房屋 它展现出一片豪迫畅兴的平原风光 建塔总监带领了一般卫生前来监督庭建的真相 炒个不停的士兵们已经无法停抖 在塔身正前方有一处塌方 局面显然是不堪收拾的 画的非常细密 在塔身每一层上都绕着细小的建筑工人与车辆的形象 这座塔每一层的内部都是一个整体 彼此又挤得很紧 为了追求这巨大烦乱的绘画效果 布鲁盖尔有意拉开了人物的形象 与塔身、大自然等比例的距离 从而显示出工程的伟大与艰巨 也显示出人类创造的力量 老布鲁盖尔为了迎合市场 才没有办法的创造出了门类化 进而成为这一领域的真正的一个大师 可见艺术并不是取高和寡的 艺术本身也是一种商品 真正流传下来的 它是符合市场的一种需求 像老布鲁格尔在市场的框架上 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才能流传千古 好了,今天的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课程就继续关注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